從前有班人在黃金商場出面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過你看Facebook 誰救我威?我是科技才子 我乾爹是skip job,我奶媽是Bill基 什麼?Bill基餵奶這麼重口味? 你們別管,看招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 又不一定是師兄才子,猛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講一下科技,講一下電玩 還有不少得搞一下難驚 我們就是科技集帥 歡迎回來科技集帥,網台版好像是第十四集 十四,十四不長 十三才不長 十四也不長,不是嗎? 十四沒有,十四而已 十四而已 十四而已 足夠我的迷信 不過不知道不知道關不關 因為到第十四集,懶是不長 軒哥好像因為科技集帥 聽說差點被人起底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看到軒哥他真的很愛愛科技集帥 始終他說是帶領科技集帥的龍頭 然後他就在Wi-Fi share上設定科技集帥 居然 其實事緣是這樣 話說我把我的電話share Wi-Fi 設定科技集帥 我設定科技集帥 然後就正 然後我突然收到一個Whatsapp 那時候你是在街上 你在公共場所玩手機、玩Tablet 突然有人Whatsapp你 突然有人Whatsapp我 為什麼有科技集帥的Wi-Fi 你是不是在附近呢 你是不是在附近 無緣無故就有人被捉到我的 軒哥感情太多 被人起底 女朋友在咖啡店舖在咖啡店舖 這樣就麻煩 這件事就麻煩 總之大家有閒無事在街上搜尋一下 如果你搜尋到科技雜訊Wi-Fi麻煩你把照片傳到我們Facebook一起笑一下 就認領一下大家坐下喝杯茶就可以 你可以inbox我們拿Password 我不介意的 Wifi不是我 大家好我是Sunny 我就是大王 我就是剛才租養的阿軒 那不如這樣吧 今天反正我們也要講一些上網的事 要不需要我們先講一些關上網的新聞 先講一關跟大家上網有關的新聞 是 上網有關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電話上網有些窮人計劃 窮什麼計劃 窮人用的計劃 即是100元以下的 沒有限上網不過限速的東西 現在100元以下應該都是慢速的 對 限速的 我記得之前好像是 終於 以前就說100元以下一定用2G 前陣子就有3G 但都是慢的 對 以我記憶所及 好像每一間都有限速Pen出的 即是窮什麼Pen 對 現在買的貴Pen是沒有無限的 但這些便宜Pen是無限的 對 這次上網 但Pen是很慢的 限速 300多K左右 一定看不到影片 對 應該是用Whatsapp Lime 對 用來聊聊天 現在就有一間 就開始大頭 用4G 給大家用 即是窮什麼Pen的4G 對 窮什麼都可以用4G 都是開名的 那間是中移動的 對 以前 它是限制3G 300多KB 限速 但沒有限流量 現在 它就 將舊客戶 無緣無故全部升級 升級 每個月頭1Gb的數據量 就會變成4G的速度 對 過了1Gb 就會變成300KB 哈哈 它的限量那麼有趣 我覺得它是 好像我們之前看某一部電影 這樣說 做了什麼 就回不了頭的 那些 噢 什麼完整雷仔之後 回不了頭 第一Gb 你就享受到4G的速度 即是等你 看片很快很順 然後無緣無故 什麼都這麼慢 即是原本就是 我快速的世界 看什麼都快 其實它是想 那些人 因為它 中移動 很多人都只是用這些便宜 沒有人用4G 很少 因為如果想中移動 那些人都只是想便宜 對 那現在它可能 要快就用第二間 可能就想引起一下你們 那些 都是剛才那句 駁你什麼 完整雷仔之後 回不了頭 但是差一點點問 比如我現在用的 這類這樣的 3G Pen 其實它的速度是多少 它沒有限速 你意思是 沒有限速 即是貴的那些Pan 但是它是3G 上不到4G 不是 你之前那部A族 上不到4G 我這部也沒有 但是我的Pan 是沒有4G 你現在這部也不是4G 對 即是我的Pan 是沒有4G 或者這樣說 有時候的Pan 現在通常的Pan 就是你這部4G 說得到 我純粹想知道 就是如果3G 它沒有限速 其實有多快 3G沒有限速 理論上都去到42Mb的 最盡 你去看機 看機 有些機去到42Mb的 即是比我們兩個 家裡的寬頻 可以是 OK 我不是一定快過 我都知道 連我一個可以快 你不要笑著 我講的 因為我家有35Mb Pan 即是有機會比我家有30Mb 3Mb也好一點 不要串 Sundee 它很慘的 不要串她8Mb 不要這樣 剛才說 其實3G本身的速度 如果你可以去到最快最快 現在是40Mb 但多數都不會比它這麼快 40Mb是理論數字 因為多數都是10Mb以內 對 打回到7-8折 對 因為那時候我測過速 即是我1、2、3的時候 測過速 多數都好像下7Mb的水平 理論上跟Sundee家裡的寬頻 差不多 多速度 對 剛才不是說去到4G 回不了頭的嗎 是 我就想分享多一點 我自己現在用 算了開名 PCCW 是 它的3G和4G 是差天共地 在我工作的地方 我用3G的時候 只收到0.6Mb 是 轉了4G的時候 去到90多Mb 其實它又是 又是搏你什麼 搏完一隻雷仔之後 回不了頭 不是 我可以轉4G 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朋友 他是在用iPhone 在PCCW的iPhone 是沒有4G用 那就 那就 慘了 因為這樣的 給大家一點點參考 現在我正在用1、2、3 不開了那麼多名 1、2、3個4G 你這樣測出來 我也有30Mb 變成速度 4G絕對是爽的 所以剛才你說 中移動這一招 真的是絕 第一Gb 可以享受4G 30Mb 我猜它應該有一個速度 然後 一Gb用完了 變回300K 真的 300K 你幻想一下 你以前 電話上網就 300K 它寫說 不高於300K 它是可以低於這個數 我不知道有沒有計算錯 以前我們上網就有56K 300K 其實就是多了幾倍 是啊 這樣計算是可以的 大家應該會想像 300K以下有多悲哀的數字 只要我現在下載的東西 很多時候只有2、300K 所謂的 PCCW 8Mb 我還是說一句 我家裡差5Mb PCCW真的好 好地地 另外 講開這些Data Plan 我就 小小分享一下 因為近來我 就續約 然後 就說明 先生 你的5G 我現在就沒有了無限 但是因為 他之前發訊息 叫我續約的時候 是 那一陣子太忙 不加人回 我經常打電話過去 但是每天有很多東西 結果 有一天 他可能就怕我 會離開這個台 就馬上再發短訊 他覺得是補鑊 就說 先生 快點打來續約 我會再送5G 給你 再送1000元 給你 然後我看到 我今天很空 立刻打電話過去 然後他說 原有價錢 5G 他說因為我現在沒有了無限PEN 所以他只剩下5G 但是我 額外送5G 給你 還要不受公平原則 再送1000元手機現金券給你 我還送上門給你 先生你哪有空收貨 然後我說可以 我續約 麻煩 好像送了一包油尖米 對 送了油尖米 江岳山大包 下次我也不太快續約 所以下次大家真的續約 因為我六月才到期 他早三個月已經療我 變成大家真的不要 叫續約 立刻續約 雖然這樣說很壞 可能做客服的會想打我 但是沒辦法 真的要這樣做 打我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 不過不是說起續約這件事 我是想呼籲這個WhatsApp 麻煩我 續一續我的WhatsApp 差不多到期 上第一題我是續了 是的 我都原來沒有 不知不覺間 extend了給我 真的差我未有 麻煩你們續一續約 你知道我們節目很多人聽 可以嗎 每次說完些事 還未證實 突然證實了 Facebook那裡 inbox 我現在想 無緣無故每個extend 新年extend 就好笑 說一下其他事 下單新聞 軒哥想跟我們一點追蹤 對呀 講了這件事還未講追蹤 對呀 差點不記得 因為剛剛講開手機 就先講一下 懶得大家沒有錢勢 之前跟大家提過一下 Window XP 是 那不是說快要過期 官方不支持的 那次就順口講完 全世界大部分的ATM 95% 正確地來說 95%的ATM 是在用Window XP 是的 大家質疑的 你上網打ATM XP 應該有很多 ATM藍畫面的照片 你會看 或者你親身都應該經歷過 因為我自己真的見到前面那個人 插了一張卡在藍畫面 哈哈哈哈 這個就真的笑 但現在就 因為說XP就斷支持 對呀 到4月尾 我記得是 4月尾 4月8號 sorry 4月8號就到期 到現在 在我們開咪前一兩天 ATM那間公司 NCR 是NCR 阿Sunny你又不要想錯話 阿Sunny不要讀錯 英文好不好 好啊 NCR 就出來說 現在證實了會 因為這件事 而升級的電腦 即是那些ATM 只有三分一的銀行 會做的 即是說 這個數是大約 220萬部ATM機 只有三分一 如果這個數是三分一的話 我計算 即是有六百多萬部ATM 還會走XP 不是 三分二 有三分一更新了 三分一更新是220萬 那剩下三分二 為什麼不是440萬 加起來才是660萬 你對呀 不要當我沒有專心 我的數學差 我不止英文差 數學都很差 算了 但你說四百多萬 會不up 都是很多 不update都很嚴重 其實銀行都有難處 即是你臨時叫它轉 它又要扔一塊錢 又要做測試 又要做什麼 其實雜時間都很難叫它做 而且你說大銀行 就說有成本 資源去搞 所以西銀行就省得一元一元 就是啦 雖然全部都是掠稅 這樣大家就沒有錢禁了 都不會的 沒有啦 我儲了三個餅乾罐給大家 不如 那現在那些 歡迎儲了錢 在這個studio 如果有什麼不見 我不會爆的 夠夠科技集水基金 夠夠Youth Power Radio基金 那些東西 有書讀 有咪開 有咪開 好 剩下的那些怎樣呢 應該會跟Microsoft 直接對話 即是跟他們聊 給錢買support 我覺得 會不會是Microsoft 壓外掠水的方法 應該對用家來說 應該沒什麼問題 中北的話 最多是無故嘔錢 等一下扣多了錢就麻煩 又不是厚 又不是厚 我還怕什麼 即是等一下我按一千元 你當我按一萬 很麻煩 等一下傻下傻下 大家可能就留意一下 即是按機小心一點 不要緊 我也是會準備兩個月餅罐給大家 裝錢放在studio草 夠夠Youth Power Radio小機 怎樣拿回那些錢就不要問 不要問 總之我 你的錢是我的錢 我的錢是我的錢 講完了 先放下叛復 我們有ATMXP講完了 講一下 其實制式系統 總是會很多時候被人統一了 又要改又要成 另外一個制式 即剛才XP和新Windows 爭取了很久 另一個爭取了更久的制式 應該是我們接下來說的 這宗新聞 事源就是歐盟 是 終於開會裁定了 他們要統一 所有流動電話 或者流動裝置 所用的插頭 是要用Micro USB 即是Lightning那些就不行了 唯一一間不用的 我相信只是Apple 因為現在 即是其他公司 其他公司 全部都是標準的 其實 這次會開來 應該是警告 Apple 不是警告 是直接不給 是命令 即是 Samsung的Tablet 好像都不是 舊的 是 現在新的 全部都跟USB 因為 Samsung的Tablet 舊的頭很有趣 跟Apple的樣子一樣 對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一模一樣 那時候我跟阿騫哥 經常說 喂 你猜不猜不猜下去 我有想過去封閘那裡 拿一部iPad插進去 那些插頭 都插進去 但是 現在我插完之後 會被店員插 哈哈哈哈 沒事的 現在就 要Apple 統一了個制式 都說了很久 那就是 Apple之前 可以在歐洲 送一個Adapter 即是Lightning 轉Micro USB 這些就過了骨 但是現在 這樣通過 以前也是建議的 現在是立法執行的 即是 接下來一至兩代 iPhone 就應該會下面 變成一個Micro USB 真的不知道 它會不會這樣做 即是不知道它會不會 因為其實Apple 應該自己 就不想那隻頭 跟你一樣 就怕那些產品 會全部分享 即是以前 有些類似JBL 那些 播音器 那些 飛碟仔 上面就整住你的iPhone 頭 然後你買一部Android 你不能放進去 你最多 要不就是插條3.5 3.5 不是一隻 支援3.5 我家裡還有一隻 不支援3.5 要不就是插條3.5 就插條3.5 這樣就糟糟糟糟糟 如果你變成Micro USB 那就可以了 到時你哪部機 放進去 Apple應該做 最不想看到這件事 對 其實Apple真的不想看到這件事發生 對 因為它自己出的Lightning 是iPhone 5 的時候才出的 對 用一兩袋 你以前的30片 都用了差不多10年 對 但其實它自己賣鬼煩 做不同的頭 以前這套 這套 很多廠都是這樣做的 以前真的每一間廠都不同 對 但因為近 但現在它很明顯是為了掃水而做 我覺得它 因為以前我聽人說過 它不用別人的頭 用回自己的頭 因為跟著出的產品 例如別人的產品 想出來專門插iPhone 一定要做你的頭 要付錢 付錢可以有什麼 在盒子上印著 設定 iPhone的標籤 有這個標籤印在 人們就會覺得 這是我的iPhone 買這個 支援肯定是最好的 有些頭是沒有這東西 只是店員說 可以的 放心 放了iPhone的頭 如果店員 英俊美女 就覺得很可套 如果他的樣子 空神惡煞 或者會會所所 你會覺得他在騙你 無論如何 有張Design for Apple的標籤 就是那些店舖 買完第二天就倒閉 倒閉 清貨大減價 有間倒閉清貨大減價 說叫六年的 那間店舖 只六年了 我們這個六年說了 真是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 倒閉清貨大減價 我都說你給我 有錢開公司 我一定會這樣拿 一張BR 雖然不知道行不行 那變成了Design for iPhone Apple就最不想見 被人趕絕 但接下來不知道 會不會真的要被人趕絕 現在他說立法 要國家在2016年之前 立法 那些廠就寬限到2017年 就一定要改用 那應該未來這幾代 iPhone都不用擔心 你的線都還可以 不過 Apple都不讓你用翻版線 你用翻版線 它 detect 到你不讓你用 說粗口 對 有句字爛出來 那大家 iPhone的用家 就小心點 留意 短期內 就不用擔心 短期內 沒有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事態發展 對 因為Apple相信都不會輕易就範 應該 現在 告回歐盟 告回歐盟 看看他有沒有那麼兇 沒有 話說回來 我們今天不如到最後一個題目 好 叫做之前有一集好愛提過的消息 現在就當作是一個追蹤 說一下 但事情都頗不開心 就是波童叔叔 黃維基先生 對 之前有一集好愛很開心地說 維基終於復活 即是魔童叔叔全身進化 然後就會搞流動電視 那一集我跟大家說過一下 可以用什麼機器來聽 用什麼制式 歡迎大家去重溫那集 首先 然後現在事態發展 就是被人表殺 總之就是 黃先生他收到政府給他的律師信 就提醒他 他現在想做的事情 其實我發覺提醒和恐嚇 真的有時候一線之差 看你怎麼看 對 看路啊你 看你怎麼看 對 你關心我不要摸摸 叫我會去摸街你 就收到一個提醒 就是跟他說如果他在做這個 流動電視廣播的制式 如果接收的群 即是觀眾多過五千位的話 他就可能會 需要去申請這個免費電視的牌照 才可以營運 如果不是要做他觸犯法例 那他就可能要坐牢 是 對 他就收到這個消息 所以就之前所說的 7月1日有流動電視看這件事 那個計劃就可以叫做 要延期 唉 唉 那也都在這幾天 發生的這幾天裡面 他就不斷和政府 叫做 周旋 周旋 初傷 怎樣都好 即是大家從制式上 有很多的爭執 其實 自己作為一個用家 看到 最無賴的東西 就是一定要他用的 CMDB制式 CMMB還是CMDB CMMB CMMB 如果錯了不好意思 是 China Mobile Multimedia Podcast 是 都說我們沒錯 馬後炮 我們終於英文是對的 CMMB 那時候大家也說過是VCD的質素 這件事就是Trylar 仍然是中國用的 擺明就不行 現在它維基使用的東西 就比較世界性 國際性 認可性高一點 但是你又這樣 諸多留難 唉 我記得很有趣 說他發這個牌照給他 他要做到的事情 首先就是 過半數的香港市民要看到 但是過5000個 就麻煩你要申請電視牌 免費 變成真的 你說真話 即是說 這場球你要數去10球 不過你不准入球 知不知道 完全是說這件事 因為50%收到的 是流動電視的條例 但是 但是 5000個那個就是免費電視 即是廣播牌照那方面的問題 變成它 兩邊它都適用到 因為它說 其實它可以經大廈 顧網的魚骨天線 去收到信號 所以要受這件事的限制 那我就 我又不明白 即是你去到 End User那部分 你都要管的話 即是我發過信號 它拿什麼收到 關我什麼事 應該這麼說 平時又不見 香港政府想法這麼長遠 現在無緣無故想法這麼長遠 連我家 他還說 現在你的機器收不到 你將來會換一部新機 可能收不到 這樣說 類似的意思 無緣無故想法這麼長遠 平時又不見他這麼好 真的 為了要砌死一傢伙 真是 無所不用其妓 總之 雖然是政治一點 但是 那件事就是 香港人其實都是想多個電視看 我想看他的境界線 老實 其實他有沒有我也不會怎麼看 但我又不是很想看到你重播又要搞Event 而且你的Event 原本的演員是不會出席你這個Event 他那個Event出席的就不要說是不是演員 因為那是COSPAY 那一班是COSPAY 但是你找你原作的 即是原本那班演員來COSPAY都好一點 我也有個感動在 他現在是找另一班人來COSPAY 你找一班不懂的人COSPAY一班人 然後去重播做什麼 你說重拍都好一點 雖然某個電視台這件事很好笑 但是因為王維基先生會想去這個電視台 我家那部電視台 即是我房間那部 小小的那部 原本我買回來 沒試過播在電視台超過一分鐘 因為王先生那天我喜歡看半個小時 我也是 我沒得看過一晚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 網上看到有個提議挺好的 王先生和亞視交換我牌來做 做到大家有三個台競爭這件事 亞視又保證不過五千人 我真的覺得 OK 天下太平佳大歡 但到時政府就會不足亞視的牌 應該是 那就是那句 好像SUNNY那樣說 政治小小 但那時候是想說一句 大家想看電視而已 而且有時候做的事情 都不要那麼不公平 算了 不要說那麼不開心的事 下部回來跟大家打機 下部回來說一些輕鬆的新聞 打機輕鬆一下 現在先休息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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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